哈啰 各位球員大家好 我是王大仙 最近很多觀眾都和我留言表笑很糾結 不知道櫻木和樓川之間不知道要怎樣選擇 我是兩個球員都有 大家知道 所以這期視頻我會結合一些我對兩人角色的使用體驗 給大家一點參考 他們兩個人的入手難度差不多 而且在技術對等的情況下 兩個人的表現只是50-50 沒有很大差別 這段影片我根據他們的表現藍版 百波 得分 隊伍適應性 單排體驗度 這幾個方法去幫他們做一個打分 每項項最多是可以取得5分 不過都是那句 這些都是我個人意見 如果你有什麼不同的意見或者看法 你都可以在留言區下面留言給我 那廢話不說了 我們開球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點讚 訂閱 分享 先說一下藍版 這件事關係到你有多少球權 有多重要大家心照 櫻木的版沒話說 厲害也沒人有 簡直 雖然容器身會比舊的櫻木會屎少少 不過其實坦白說真的差了一點點 新動作跳球 如果配合衝刺板的特質 真的遠近兩面的藍版你都拿了 再加上櫻木的大絕 是絕波神器來的 那是為了那些人把角度仔櫻木可以當中鋒來打 所以這套藍版我給5分 樓川的藍版主要是來自補扣 如果你是練滿天賦的話 遠近兩邊的藍版都能補到 手感上沒有舊的好很多 不過問題來了 他補扣用得出來的機率其實真的很少 如果綠色潛藍不帶藍版 基本上無法打開 另外因為你是小前 沒理由一直得在籃底等球到的 你要進攻的 頂籠自己或隊友打鐵的時候 他去搏一下夢 抽一下水 一場用到一兩鑊就能喝杯落 所以這套藍版我給他兩分 但是 如果你前面對爆彈跳就不是這樣計的 你就可以跟螺旋搏一下 而且由於補扣屬於塞進 所以他是不受力量彈開的影響 所以滿彈跳的話 樓川可以去到3.5分 其次是爆球 鷹木招高速追身烏鷹爬當然是厲害的 厲害的點不單是範圍大 跳得高那麼簡單 最厲害的就是他的速度 因為介因你無論什麼位 什麼方向 你都可以補位去扣 而且鷹木爆到球之後 可以追加一段加速 比你更快的撿到球 並且鷹木還有一個可以爆球的大絕 長谷川玩家知道我在說什麼 用大絕爆到球之後 還可以發動奇蹟加速 這個Buff厲害了 整個遊戲中最快的 實測過是藍底Buff球 一有可以閃到3分線外的撿球 所以Buff球的鷹木也會給4.5分 鷹木有烏鷹拍 樓川有空氣跑 如果單單是用Buff球的手感來說 其實我覺得樓川會好一點 當然為什麼叫空氣跑呢 是因為很多時候樓川跳起來 明明看到他拍了一段空氣 但球不知為何Buff了就瘋了 不過考慮到樓川的速度 畢竟不夠鷹木快 所以他的分數會比較舒適 這裡我給他4分 好了 到得分能力 鷹木的得分能力其實是不錯的 特別是他懂得中投後就猛了很多 混著雜訓頭籃和戰斧系列 基本得分範圍就是這樣 而且鷹木如果跟中鋒對位 單打的情況下 基本上是吃硬對方 所以很多時候他要兩人去防才行 除非那個人對鷹木的招很熟很熟 就防不住了 所以得分能力4分沒問題 那樓川這個得分之鬼的稱呼 不用說話 整個得分是這樣的 最猛了的地方就是樓川可以根據對面的陣容 去改變得分的方式 對面內線比較猛 那就是中投加彈後fade away 而對面有昏衛和空衛 那就是攻框套餐以牙還牙 保證每一回合怎麼打都不會重複 還可以複製阿神的大主言 再搞到個自信3分 直接打到對面絕望 真的懂得玩的樓川 三個人才能防得住 所以樓川的得分絕對5分 沒話說 那就到隊伍適應性了 那樓川的適應性其實很好 因為很百搭 基本可以跟任何人組 而且因為樓川的攻守兼備 做中鋒做得分都完全沒問題 玩得好的樓川去哪裏都很受歡迎 那所以這裏我給他4分 那樓川的適應性比樓川差一點 當然樓川也是進攻的極致 但是因為這樣 你要隊友配合 說白一點 就隊友肯為你做KLF才行 樓川他再勁 沒有藍板 照樣輸 所以樓川只有3分 那就到單排體驗度 那樓川的體驗度 其實很被動 當然也是看路人 因為樓川的能力再好的 如果隊友不行 或者沒有配合 其實都很難受 例如說 如果你用短髮鋅目 隊友上頭的三井 然後隔離瘋狂打鐵 這個狀況 你再搶也沒用 如果你想藍板勁 用舊鋅目也可以 我用光頭小鋅目 花圖嗎 這麼簡單的道理 如果隊友都不明白 你玩鋅目 都催他不成功 所以鋅目這裏只有3分 樓川就不是這樣算 正因為樓川也是得分的極致 所以樓川只要把進攻這趟做好 一般來說比賽都會贏 而且不像鋅目 鋅目全控低 所以基本上都不會帶球 所以很被動 樓川真的可以不交球 自己來 然後瘋狂得分 還不一定會輸 我試過有一鋅 控位很脆弱 打鐵兩折 就病壞一二面做廢人 幸好中方沒有他那麼亂交 照搶板 結果那場基本上二打三都贏 單排體驗度樓川有4分 根據現在排位的狀況 樓川和鋅目肯定是必有的 這邊選了鋅目 對面就一定會選樓川 就是調轉都是這樣 如果剛好兩個角色可以是一隊 恭喜你 這局你會打得很輕鬆 如果兩個角色都有 單排的時候看出陣容來選擇 如果兩個就只有一個 那就不用想 你有誰就用誰就是了 其實還有很多影響選擇的原因 譬如你現在已經有潛能 你要計算一下培養成本 又譬如你已經有中鋒潛能 那你想節省一點 那你當然是玩鋅目的 又或者是有些人就是 喜歡鋅目的圓著 夠努力 流川夠執著 這裏我都建議大家一定要中二為主 你畢竟是玩自己喜歡的角色 你才玩得開心 最後我再總結一下 剛頭鋅目花道 攻守兼備 藍板硬 那懂得什麼人玩呢 之前玩開內線 和三分圈之內的補防意識比較厲害 有時肯願意為隊伍做工具人 和目前有藍板和中頭之類的前輪 集訓流川 王牌使命進攻鬼 那懂得什麼人玩呢 之前有玩開了先度和舊的流川 對得分有執著有信念 懂得審時度勢和看局面 和目前有中頭潛質 什麼話 你說你兩條仔都想 懂得了兄弟 快點用你的Super Power吧 這段影片來到這裏差不多結束了 如果你覺得這段影片對你有幫助 或者有參考價值 記得給我一個點讚訂閱和分享 我是王大師 我們下期再見 Bye